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感心动意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首诗歌叫做《他记看顾麻雀》 原本是用英文所写的 歌名是 His rise is on the sparrow 他的词是由 Mrs. Zubala D. Martin 出生年佛是1869-1948年 而歌名是由 Charles H. Gabriel 所写的 而面试年份是1904年 这首诗歌是收录在不同的诗集中 希望大家仔细欣赏这首诗歌 而经文默上,今次请大家细读 《马帝福音十章29-31》 Zubala 被翻译为《马山明》 话说她在1904年 在纽约随着她的丈夫马丁牧斯 主任一个佛卿会 有人就跟她说 有一对曾经出任教会执事的老夫妇 现在她的太太患了绝症和臥病在场 希望她能够去探访她们 当马山明听到她们过去在教会社区热心事奉 现在又面临病痛的前妖 她实在不知道究竟如何去安慰和鼓励她们 所以就一拖再拖 但当她又想起 其实她们这对夫妇 时时都为她和马丁牧斯的事工代土 她就觉得不行了 我这次真的不能再拖了 多么有压力多么忙都要去探访她们 马山明以为她去的是一个昏暗充满死亡气息的家 但她没想到这个被病塌前身的脸色蒼白 眼神大却是一点抱怨都没有的老人家 从她的微笑当中 马山明她闻到的是生命的气息 而她们就是这样 两个人在病床旁边交通 马山明发觉这个老人家那种旺盛的灵命 使她忘却了肉身的痛苦 马山明就问她 你怎样能够在痛苦里面 仍然那么快乐 这个老人家 她的箭斗的手就指向窗外 马山明去到窗边 望向外面 只见到树木 草地 野花 三两只麻将 于是 这个老人家就跟她说 孩子呀 是麻将 是麻将呀 当我想到天父看顾小麻将 亦都看顾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有安慰 我心里面 就觉得好振奋 是呀 有时呢 大家不知犯不发觉呢 有时我们 似乎 肉身无病 我们看的世界 看到的东西 和一些 在身带患患病 但又经历恩典的人 那个眼光 视野都很不同 就是这样 安慰到 马山明 马山明离去的时候 他身心都受到激励 他不再感到繁忙工作的压力 他感到从未如此地被释放过 他去领奋卿会 但没想到 在领奋卿会之前 自己的生命 就先得到复兴 后来 他就是根据《路加福音》十二章六节 那里这么说 五个麻将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还有呢 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 那里说到 两个麻将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 跟着 他就是这样 找了另外一个作词人 一个作曲家 Charles Gabriel 就为他抱成乐曲 而这首的乐曲 由于他的旋律特色 和一般的圣词很不同 这首的诗歌 不太适合 会一起唱 或者是诗班唱的 而是一首比较适合 读唱的歌曲 所以当时有人 就找了四十年代的 荷里活名歌星 Ethel Waters 就在教会 或者在他的歌厅 去唱这些福音诗歌 甚至 有一次年轻的报道家 葛培里 听到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深受感动 并且邀请他在 报道团献唱 而去到1971年 年纪老迈的 这位同一个歌星 Ethel Waters 也迎邀去到 美国白宫演唱 当时的总统 是尼克逊总统 他一如既往 他对这首诗歌的演绎 使得当场 听众流下喜乐的眼泪 可想而知 这首诗歌 是多激励人心 好 接着我们试试看 这首诗歌的内容 左手面就是英文版 右手面就是 收录在 生命圣诗337首的 他记看顾麻雀 我们一起 仔细留意 这首诗歌 是说的是什么 为何灰心 常怨叹 为何黑影离漫 为何心灵孤单 甚至欲脱辰还 耶稣是我的福杯 他是我的良友 他记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必蒙眷有 他记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必蒙眷有 我听救主 温柔声 除去你心忧情 安息主怀多甜静 毫无疑惹 毫无疑惧 见经 有主人领在前头 步步跟随他走 他记看顾小麻雀 心知我必蒙眷有 他记看顾小麻雀 心知我必蒙眷有 他记看顾小麻雀 心知我必蒙眷有 他记看顾小麻雀 他记看顾小麻雀 心知我必蒙眷有 那这个经文呢 请大家用少少时间 去听听这首诗歌 也去问问这段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 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 两个麻雀 不是卖一分银子末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诗歌 还唱这首诗歌 将这首诗歌放在你的心上 成为你的安慰 成为你的鼓励